比赛场上优异表现 他是台湾前十项铁人好手阿美族的古金水 日前传出罹患血癌 1月1号从台北仁爱医院转诊到台大医院检查 而目前检查已经出炉 古金水确实罹患非典型白血病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在病床上的古金水显得格外虚弱 也出现感染发烧的情况 古金水的好友记症也转述主治医师说明的病情 目前因感染发烧及出血倾向 接受抗生素及血液成分输注及化学药物治疗 且必须实施骨髓移植 凡有痊愈的可能 将必须长时间住院 身为好友的记症说 古金水这几天的精神状况 确实比月初时来得疲惫 而体育署长何卓飞也在日前前往探视 目前古金水必须长时间在医院接受治疗 未来庞大医疗费与生活经济将出现危机 而记症原本要透过希望基金会账户 为古金水建立募款机制 不过个人的捐款必须有一定的法律程序 近日将与体育署协调 尽速开设古金水的专款专户 希望能为他渡过难关 古金水的病情需要骨髓移植 而目前古金水的姐姐已在院方做骨髓捐赠配对 还需要等待报告出来 曾经为台湾体坛发光发热的 十项铁人好手古金水 能否重新回到教育现场 传授体育经验 还需要外界伸出援手 接下来我们在台北市采访报道